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少 那谈到他的婚姻呢 都是讨论他的财富问题 所以当大家听到说这个 有很多人认为啊 他们两人离婚的 就是比尔盖茨夫妇的离婚的 是为了躲避税款 就是有关税务的问题 或者隐藏财产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原因就是 他不是今天才有钱 他也不是这两年才有钱 他从一开始把微软创造出来 他就有钱了 已经不是我们很多没钱的人 绝大多数朋友没有那么多钱的人所想象 同时他显示出来很多朋友站在自己的角度 我觉得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原因呢 大多都是在利益的角度上去讨论 那其实在美国的社会呢 在今天的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亚利桑那的这个审计问题 亚利桑那的审计问题呢 其实已经变化的相当不一样了 但是主流媒体基本上是掩盖的 美国主流媒体现在集中在就是共和党 民主党 他们党内的一些事物 包括拜登的一些执政 在我个人眼睛里 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党派执政 对于我们来讲 意义不大 对于我们 我能理解到的意义呢 是真实的东西 真正真相的东西 和与人本身相关的 印度再次确诊率突破30万 所以在印度呢 这种势不可党的本身的这种状况 已经被国际媒体当成一种 当成一种常态 大家没人去报 没人去在乎 也没人去管 所以要面对的是相当悲惨的承诺 我个人坚持认为这是一种 既包含着报应 同时又包含着一种现状人们 在现实环境中人们的冷漠 人们的无知跟冷漠 人们的无知呢 是指 只要这个东西不会伤害到我个人的利益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了一种很强烈的距离感 而大多讨论的都是眼前的事物 所以在现实的环境中是挺悲剧的 而亚利桑纳的审计的本身 已经带来了一种 相对来讲 带来一个相当根本性的改变 在亚利桑纳审计的 他在推特上成立了个账号 就叫亚利桑纳审计的账号 他来由他类似官方式的 跟大家通报审计的现实状况 在他昨天不多的推文当中 他几乎都在强调审计本身没有被停止 依然在持续 这是他一直在强调的内容 所以很显然 这次的审计本身呢 对美国社会来讲 对美国现实环境来讲 对美国大选的真相 是真正产生了作用 与此同时在昨天晚上 大概在昨天晚上十点钟 他披露了一个人 一个人在做了一段很短的视频 三十秒四十秒 这个人叫John John他就讲说 他是亚利桑纳 叫做审计美国的 这么一个团体机构的一个director 一个老板 那怎么叫审计美国 他是说亚利桑纳现在的审计 已经向外扩展 扩展到对全美国的审计 对全美国的审计 他没有做太多的解释 他说在亚利桑纳审计的过程中 他自己是一路走来 他是现在目前亚利桑纳州的 参议院的一员 他一路走来 他得益于在法院 给予了他们的一个 具有传票的这种权利 所以亚利桑纳州的参议院 有权借助手中的传票 把这一次亚利桑纳州的 整个马里科帕县的选票 全都调出了 他说这一步是走向美国审计 审计美国关键的一步 那审计美国关键的一步 就是让所有美国人 对自己的选举有所诚信 恢复选举的信心 而且恢复大选本身的真相 这是他提出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说法就变得非常的特别了 非常的不得了 非常特别了 我昨天节目中讲过了 我说共和党已经表现出 就是亚利桑纳州的共和党 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 结果晚上他就推出了 叫审计美国的网站 这个网站都有了 人员也有了 组织结构也有了 他要把现在的亚利桑纳州的审计 推到全国去 所以很显然 在有关亚利桑纳审计的问题 大选审计的问题 他们有了一套 就是一整套的部署 一整套的班的 非常非常严谨 非常的 给我感触非常特别的 所以他们是 美国人做事情呢 你感觉上速度慢 但是呢 他是一步一步来 他走到一步 转一步 走到一步 转一步 我跟大家讲说 这叫 这是一种政治智慧 他当他推出 美国审计的时候 在我眼睛里 亚利桑纳州的审计 他手里头已经有东西了 大家要知道 他走到今天的这一步 是在上礼拜四 马里科帕县的高等法院的马丁法官 下达了命令 就说审计可以继续 但是必须公开他所有的文件 在公开文件的背景之下 还要跟周务卿进行联系 来确保周务卿的办公室 对有关审计的问题 是一个透明的熟知状况 所以审计者接受了马丁的法官的这个判决 所以每天会有两个到三个 来自于这个周务卿办公室的人 在这批人当中 有一些是来自于整个左派高层势力的 也就说他不是单纯的周务卿办公室的人 他来干嘛 在昨天晚上 周务卿叫霍夫曼叫什么 他在接受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当地的一个调频节目 92.5 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说 我的人 透过几天的这个监控 透过几天的观察 已经拿到了 我们想要拿到的证据 那这一次审计是 他认为是漏洞百出 是不合法的 他也提到说 在审计的当初 他已经向参议院的议长提出他的要求 但是议长没有接受他的要求 说我的要求是 希望审计的本身 能够接受一些专家的建议 那这些专家建议 使得这次审计合法 这是胡说的 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 是美国宪法规定的 该州的立法机构 专家不是立法机构 专家也不是立法的 唯一的最合法的 唯一的标志 那作为州务卿 你怎么那么没有法律的一个基本概念 基本常识呢 所以他以对方拒绝 接受自己的建议为借口 从而进行一种所谓合法与非法的衡量 那很显然 那州务卿呢 已经连续派人到现场进行监控 那监控他所谓收集到的证据 一定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 在他自己理解的角度 去揣摩 去洞悉 去洞察 在审计过程中 他们所发现的漏洞 那他要他干嘛使 很显然 在州务卿的角度 他承认 审计的本身 已经不可阻挡 审计的本身不可阻挡 那他要为后面的司法程序做准备 那他从 他从华盛顿 包括来自于纽约大学的法律系的一些教授 那些都是左派的势力 和司法机构 那那些人来到现场 都是为了收集法律证据的 那收集法律证据收集相应的一些 在他们未来的时间里 在审计结果出现之后 他们肯定要复制于司法行动 来在法律角度上 去否定这一次审计是不合法的 那在不合法的概念当中 他提出是他审计过程中 哪些状况不合法 他肯定是为这些做准备 所以那将意味着 审计必然会完成 审计必然会完成 结果将在60天之后出现 那在结果出现之后 民主党人将把它诉诸法律 要告到法院去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 基本上能够看到的一个故事 那这里面的迷惑 就大家不知情的就是网络忍者 和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的议员们 在审计的过程中 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那从我个人的理解 从我们能够看到的 贝内特就是主管审计的前国务卿 前州务卿凯利 这是共和党的主席 还有一个叫范恩的 这是参议院的议长 参议院的议长到现在 默无作声不说话 以及网络忍者 默无作声不说话 和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叫做审计美国的 这个机构组织的出现 有道理相信 他们在审计过程中 已经发现了相关的 他们所期待的所有的内容 神记者加入进去 就是为了发现 大规模欺诈的做法 所以应该讲 从正的 从一种感受上来讲 从我们能够感触到 这种正负力量的本身来讲 左派的负面的力量 相当衰弱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